还是一句古话 海云之心不可遗忘 防云之心不灵敏 孙先生是一名收藏爱好者 2006年他退休以后 每天都要去潘家园古玩市场里拽着 用孙先生的话说 一天不去就心仰难挠 一会儿五年过去 孙先生结交了不少古玩商人 从他们手中逃到了一些物件 2011年9月 孙先生捡了个大漏 花了55万从一个叫小王的古董商贩手中 买到两尊铜器 而在这之前 有人向孙先生出资900万 购买这两尊铜器 捡漏是每一个收藏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世界 潘家园古玩市场是全国文明的古玩集散地 每天天不亮 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藏爱好者便会迎起于此 希望在这里逃到一些物件 捡到个大漏 在潘家园市场里传送着很多各种简陋的佳话 1997年4月 著名摄影家李真盛从潘家园的废书堆里逃到了吴亦贤 陈福里 石少华等摄影大师名家的万分缘分 这些宝贝价值几十万 而李先生只花了630元 藏书家刘建业仅花了2000元 便在旧书堆里逃到了19册65卷 清赖了一部珍藏过的 名万历版十三千著书 据说还有人花了不足百元 就逃到了一件原景德镇右上踩高足尾 2006年退休以后 孙先生也成为了逃跑大军中的一人 2009年在潘家园救货市场 孙先生认识了一名自称叫小王的玉器商人 2009年在潘家园救货市场 孙先生认识了一名自称叫小王的玉器商人 这个人出的前面印象也不错 2009年孙先生花了五万元 从小王手中买到了一件玉器 后经鉴定这是一件人工合成的假货 于是孙先生找到小王退货 让孙先生意外的是 小王答应得很痛快 可是小王说 自己母亲做手术急需用钱 只能先退给孙先生三万多 眼见小王有难 孙先生爽快地说 剩下的一万就不要了 我也不是刻意地去做好事 为妈妈治病谈病 所以就算了 买到假货还能原价退还 在孙先生眼中 小王是个实在人 从那以后每天逛潘家园 孙先生都会找小王聊会儿 慢慢地 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现在回过来看这个事情 确确实实 就是所有的小王也好 王先生也好 小马也好 他们是有激发 有预防的一个圈套 2011年8月的一天 一名自称小马的人给孙先生打来电话 说他的手中有骨丸玉器 会让孙先生挑选 并特意强调是小王介绍的 一听说是小王介绍的 孙先生二话没说 立刻就和小马见了面 在股丸市场里泡了五六年 孙先生只对玉器感兴趣 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对于其他股丸 孙先生却基本上不涉及 由于对青铜器并不了解 所以不敢轻易交流 小马送上门来的两张青铜器照片 就被孙先生拿在箱底 一个月后 2011年9月中旬 小王打来电话 说要介绍一位港商 让孙先生认识认识 然后呢 这个人呢 就是一见是主面呢 就是说的钱都不是问题 然后呢 对钱也不在乎 就是喜欢收藏青铜器 与港商王先生见面时 孙先生一直大谈 自己对玉器的见解 根本就没有想起 箱子底下的两张青铜器照片 可是港商王先生 却一句又一句的提醒孙先生 你是不是有两尊青铜器 我某一下想起来 我说是 我说这个有 曾经有人给我 给我两张照片 这个什么东西 就找出来 给他一看以后 当时一看 我看他 我对他的表情 他有一种好像 听说有点金石又狂 那种 好像金石找到了这件东西 那都感觉 那都表情 东西在不在北京 我能不能看 愿不愿听说 看完照片以后 港商王先生提供了 一连专门 他这是看上的 小马青铜器 孙先生提令 力 提升 我也说 我这个小马联系 时候的小马联系 大小马电话 我说有个朋友 看着你给你那两张照片 喜欢你那个铜器 你那东西卖不卖 卖了没有 如果没有卖 你愿不愿意卖 小马说 愿意卖 他说 你给多少钱 我说 那你们两个谈 他朋友说 你就问他 你吃多少钱 两件青铜器 小马最终要价100万 条件是一次性付清选款 而港商 孙先生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四十万交给了小马 交完以后 第二天 小马也跟我来电话 哎呀 家里有困难 说能不能想办法再跟我交一点 反正我这边经不起一劝 最后又给外地的朋友 要打电话 当天又回过了十五万 加完来的四十万 总共两次是五十五万现金 五十五万现金交给小马以后 小马也把青铜器 抵押给了孙先生 只要等到第三天 港商的钱一到账 孙先生就会有八百万的收益 2011年9月12号 是约定汇款的日子 这一天正好是中秋家庭 孙先生在家等了一天 那位港商王先生 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一拨电话 关机了 拨不通 接着我就又跟 最开始打电话 孙子以前那个小马 月头上有个红豆豆的 一个巴的位置 就跟他打电话 一拨电话也关机了 这个时候我就接着 这个小马拨电话 都一样的情况 都关机了 2011年9月13号一大早 一宿没睡觉的孙先生 来到潘家园派出所报案 经节点 留在孙先生手中的 两件青铜器 均是现代房体 根本就不值钱 孙先生和小王 至少认识两年了 然而除了 小王这个称呼之外 对方的其他情况 孙先生一无所知 这让侦察员颇感意外 他们身份都是虚假的 而且在他们和世主 就拿完钱以后 他们的手机全都关机了 都联系不上了 所以咱们 对方到底是谁 现在不知道 咱们对方到底是谁 咱们一点头绪都没有 不知道 在询问中 侦察员得知 港商出现以后 孙先生和小王 曾一起去过 中国大饭店找过程 于是侦察员 马上赶到了 中国大饭店 最终在监控录项目 侦察员找到了 港商王先生的踪迹 那个他往这边 这就是王先生 这不过世主下来 跟王先生在那 是能戴个帽子是吧 对 上他车了 一会他就上去了 是他这个嫌疑人 他得来去 他得有途径 他得有方式方法 想找着他来 或者是就跟这个市主 见面的方法 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 还是打车来的 还是自己有交通工具 我们想把这个做出来 然后最后还是通过 在他们跟这市主 在国贸见面的时候 发现那天自称的 王先生人 就是赶山 就是赶山 这赶山 是从这辆车下来的 NS对班 是一个风天瑞智车 通过监控录像 这辆车牌号码为 金恩SZ818的 丰田小轿车 进入侦察员的事情 这辆车就是那名 所谓的港商乘坐的汽车 经常和这辆车 有密切接触的人 一共有三个 其中一个名叫 朱九远的人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驾驶证和身份证照片不一样 这个小小细节 引起了侦察员的怀疑 朱九远到底想隐藏什么 几经周折 侦察员查明 朱九远真名叫苏军峰 43岁 河南省宇州市人 朱九远其实是叫苏军峰 让侦主对他进行辨认了 以后侦主指出 他就是当时冒充香港人的 老板 港商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之后 小王小马的真实身份 也很快被侦察员确定下来 小王真名王帅奇 41岁 河南省宇州市人 小马真名李军亚 34岁 河南省平平山市人 这三个嫌人 经常是有人不在北京 他们后来呢 咱们经过大量的工作 最后呢 在10月26号的时候 发现这三个人同时都在居住地 2011年10月26号 侦察员得据 三名犯罪嫌疑人 均在赞助地 抓捕行动也随即展开 2011年10月26号 中午1点 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个小区 犯罪嫌疑人李军亚 被侦察员抓捕 在他的赞助地 起获了大量 假古董 假刺激 与此同时 另一路侦察员 赶往犯罪嫌疑人 王帅奇的赞助地 下午3点 侦察员在丰台区分钟寺 将冒充港商的苏军峰抓获 王帅奇的女儿正在读大学 得知父亲的行为之后 家人主动要求赔偿 不应该做这个事 真是不应该 怎么不应该 没量子 对你好吗 好 老王跟这个小马 他们两个人 还应该是比较 那种职业的骗子 而那个小王 就是一开始 跟这个室主认识的小王 他是在这个骗人 除了这种 这次参与这次诈骗案之外 平时还是去做 古董的生意 可能是偶尔的 一时的贪念 与这个老王和小马 走在了一起 走上了这种犯罪的道路 2011年10月28号 因涉嫌反诈骗罪 犯罪嫌疑人苏军峰 王帅奇和李军亚 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这个嫌疑人啊 把这个圈套给挖好了 一个作为买家 然后呢 他准备高件收购 另外一个作为卖家 他要急于出手 都是这两种人 都是将取得了 室主信任之后呢 让室主觉得 我这个作为一个中间人 为他们之间穿着引线 势力成章 都没有什么问题 同时在买家和卖家之间 又有一定的这种利益 可以自己当自己 赚取一定的这种经济收益 所以呢 咱们也也是提示 这种广大的那种股员 股员还有救货的收藏者 不要为了一时的 这种小的利益 却终掉进这种 分配嫌疑人设计好的圈套 父母也不晚 你母亲的潜台词 也是对你以后 指定了一个方向 我用方言说行吗 可以 今天中午12点42分 请您收看 第三条解是知 儿子 我该拿什么来爱你